大家好,又到今個月Brain Fuel Box 的拆箱片 今個月我們用了海盜 因為小朋友很多時候都很好奇海盜是什麼 或者覺得未必是真的 但其實可能他們會發現真的有海盜 但不是他們想像中這樣 但覺得挺有趣 所以就和大家做了很多不同的遊戲 希望小朋友可以玩得開心 又可以學到一些東西 這就是一張卡 一張卡就是一個 overview 給大家看看有什麼東西 可能有些東西他們會知道 自己要陪小朋友一起做 或者有哪些活動 和小朋友可能會自己做得到 首先 海盜當然要有一頂海盜帽 一個很簡單的 很快脫的活動 但可以和小朋友一起做出來 讓他們表演一下 即是扮演一下海盜的角色 令到整件事更加投入 更加有趣 那 我們第一件事是什麼呢 有什麼遊戲呢 第一件事就是我們這個 是學科技的 強化他們的科技 這個就是一個 開始音的 第一個音的活動 當然我們有一張 指示卡 每次都有一張 差不多每一個都有一張 因為要解釋給大家 應該怎樣玩 以及應該預期什麼 這個就是 畢竟先生 這次好像有一些 寶藏的寶箱 你看到有B 有C 有M 有P 其實是隨便的 但是因為無所謂 因為小朋友 在不同階段 都要學一些 都要接觸所有的 有26個 但是剛巧我們 這次就選了這個 因為那個 題目的 其實字 比較貼切 貼題 就是這些 小朋友 把這些卡 放出來之後 小朋友就拿這些 好像一些圓形的 金幣 你讀個字 這個就是鳥 但是 這個字 就在後面 你讀了 可能這個就是 Macaw 那你就 M Macaw 那你就 M 那你就 emphasize 所以 小時候的小朋友 都做得到 就是因為 Phonics 就是 那個聲音 其實是那個 字母的 代表的聲音 而不是真的要學到那個字 所以 多少水都可以做得到 這個就是我們今個月的 爐作 就是一個 製作一個指南針 令到那個小朋友 去扮演那個 海盜的角色的時候 又更加投入 很簡單的 我們就 這次又給了一些 基本的材料 這些可能比較難找一些 那些來的 但是其餘的 都是 在家裡也應該有 好像剪刀 紙 紙 手工紙 都可能有的 今個月的食譜 都是做一些 和 海盜有關的東西 那這個就是 在一個上面 好像有一個 TREASURE CHEST 的CUP CAKE 很簡單的 那我們今次 就沒有給你任何材料 因為 始終都會容易用的 那下一個呢 就是一個 這個就是 開發他們的 創造能力 那這個也是 我們的指示 但是 這些就是 基本的一些 你可以畫上去 或者 我們就用 Play-Doh 這樣就不會黏的 每一張卡 其實有一個 圖 就好像有一個 不同的情況 有指示 那你當然可以 讀給小朋友 然後叫他 用Play-Doh 弄出來 就是 那個指示 當然 你玩完一次 就不是 弄完一次 就玩完 那你可能 給他多些 不同的情況 或者 叫他自己想 再用Play-Doh 弄出來 其實變化 就比較大 而且更活 就不會是 我 玩一次 就是這樣玩 沒有其他方法 那我們其實 大多數 我們設計出來的 遊戲 都是有這個 intention 就是 Open-ended 那下一個呢 就是一個 開發有腦的 Flash Card 那大家 如果有追蹤我們 都知道 其實我們一開始 是用這些Flash Card 來幫助我們小朋友 去開發他們的 有腦的 記憶方法 前面就有一些 實物的圖片 後面就有一些 大一點的字 那 其實這些Flash Card 就是要很快 跟小朋友做的 那一個方法 如果你想回到我們 Facebook 或者其他社交媒體 的帳戶 都有很多 影片 就是我們怎樣用這些卡 那 每張卡 其實就表現給小朋友 是低於一秒鐘 那麼快的時候 專家就說 會刺激到他們的 右腦記憶法 那我不會跟你說多 左腦 右腦的分別 但是呢 右腦其實是比左腦 一般人用左腦 但是右腦就是 比左腦的更加效果 希望對他們 將來學習的時候 會更容易 那麼 今個月的 玩具 就是一個大型的Puzzle 但是除了Puzzle 其實也有幫助小朋友 去學一些不同的形狀 都非常好玩 有趣 那麼今個月的這本書 就是叫Pizza for Pirates 很有趣 因為就是講一個小朋友 他就想養出來一個世界 他就去找Pizza 找Pizza 找Pirate 找一些海盜 但是呢 他跟他們溝通的時候 他自己帶來 他自己 在他自己的世界 熟悉的Pizza 我想小朋友 可能到現在 都最少有聽過Pizza 就是他們可以連結到那樣東西 但是 跟海盜 一些完全連結不到的東西 他們有一個 銜接